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这是一句耳熟能详的工艺广告词 我无常为野生救援工艺组织代言 前些日子去了南非 我想你们也都看到了 在各个场合看到 野生救援工艺组织为保护野生动物做的各种广告 很多人都参与了这个广告的制作 全部都是无常的 那么广告今天在我们生活中无孔不入 你烦不烦广告 我估计有时候烦 我有时候就特烦 比如人家推荐给我一个小视频 我想打开看看 我一打开 他先让我磕一分钟瓜子 他老说这瓜子网 瓜子网不卖瓜子 全是旁门左道 我们到电影院看个电影也是 电影前头准有一个小片 有各种广告 有的广告还比较有意思 据说英国电影放映前有半个小时的广告 但是观众不会因为那广告时间长 因为他那些广告 我说你客气点 因为那些广告 我占了他的领地了 他有意思 国外有很多广告 确实有创意 广告的制作费 我告诉你比电影贵 因为它短 你听着它便宜 那电影多长 电影是论分钟记的 广告是论秒记的 所以有的很多好广告呢 是百看不厌的 一会儿我们说说 一个著名的广告都有什么 我年轻的广告呢 叫治愈系广告 治愈系 那么这种治愈系广告很有意思啊 我告诉你治愈是这么着 这药的不算 药的广告不算 国外啊 很多国家 你比如美国 他都不允许你做药品广告 因为药品是不能选择的 是医生给你开的 你自个选择肯定是有问题的 我们国家对药品 很多药品的 这个不限制广告呢 我想在未来的日子里 可能不能畅同无阻了 慢慢慢慢对药品会有限制 这治愈系啊 是什么样的广告都有啊 你比如天天有一阵子排毒养颜 我们这个脸长得好看不好看 跟排毒有关系吗 有关系 就是你要不排毒了 脸肯定不行 排毒是什么呢 你比如说你的 大便小便都算排毒 你要不大便小便 那全上脸上来了 肯定受不了 他说这排毒 说每个人心 这个身体内有毒素 那个排毒养颜胶囊 我吃过 这我还真吃过 吃完了以后 最大的好处 就是上厕所痛快 有多痛快呢 就是你来不及的往厕所跑 就这么痛快 所以他叫排出毒素 一身轻松 我告诉你在排之前 一点都不轻松 怎么不轻松呢 就是他眼瞅就来了 你得夹着腿 所有的肌肉都使得劲 要不然您就出问题了 所以叫没排出毒素的时候 叫一点都不轻松 最逗的一广告是什么呢 他天天晚饭时候播 我那时候在家吃晚饭 那时候特喜欢打电视 我现在不怎么看电视 那时候电视是进门先开开 因为他给你提供各种各方面的信息 开开 你刚要吃饭 那电视里准告你一事 叫洗洗更健康 我吃饭了 饭前便后要洗手 这我们从小就知道了 我们洗了 我们吃饭的时候 您就千万别再说了 洗洗更健康 那是什么 你们自个去查去 我实在说不清楚 那牌子吧 反正也不阴不阳的 有那么一牌子 那么还有一个饮料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这口号深入人心 后来打了很大的官司 叫怕上火 喝王老吉 是吧 这个 那个喝王老吉的人 都是吃四川火锅的 吃完了以后 含着热气喝王老吉 王老吉 确实有过极为辉煌的时候 后来呢不幸 陷于官司 说两败俱伤 今天我们在市场上 我想两边都没得好 当时如果在商业上 双方都能退一步的话 我想王老吉今天依然是这个市场最大的赢家 可惜 中国文化中谁都不知道妥协 我希望我们这段话呢 能够治愈王老吉 我们不是讲治愈广告吗 治愈广告里 最好的一个广告 是最有人情味的 这广告是什么呢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他好 我也好 我好 才是大家真正的好 你们想想这是什么 我就不替他做广告了 至于他好不好 我们不在意 那么广告的还一个大类别是什么呢 是一种蛮横无理的洗脑式的广告 强势切入 最早的这个广告呢 是没意思的 比如说 横元祥 杨杨杨 你啥意思 就是他是羊毛出在杨身上 是这样意思 最早的时候 他说呢 横元祥 发羊杨 咣当让人给切了 为什么 你这个三观不正 什么叫发羊杨啊 他想说发羊杨是一语双关 因为过去中国人 发外国人的杨叫发羊杨 他现在说发羊呢 就是那个咩 这个羊身上的杨 他当时那毛线卖成什么样 你知道今天毛线卖不动 是因为妇女都不织毛衣了 现在的四十岁以下的人 基本上都没人会织毛衣 我们那个时代的女的 没有人不会织毛衣 不会织毛衣 让人家笑话 谁都会织毛衣 毛衣最次 你得打一瓶支 瓶支我都会 什么叫瓶支 就是一针上一针下 来回叉着 这支就织出来了 我织不成毛衣 但我只定能给你织一面带子 当时这个横元祥的这个广告呢 他因为他是个强势广告啊 他当时特别会算时间 他跑到中央台问 说您这广告 怎么卖啊 人们广告是论秒卖的 说那我买一秒行吗 说一秒哪成啊 我们的广告最低 买十五秒 你到中央台做广告 就是十五秒的 三十秒的 六十秒的 是吧 他说那三十秒的广告 我这个花不了啊 这时间 我这简单呢 我就是横元祥 洋洋洋 这才几秒钟啊 他说好 五秒钟来一回 十五秒钟说三遍 你知道为什么 后来有这么一句口号 叫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吗 就是打这儿来的 叫横元祥 洋洋洋 横元祥 洋洋洋 横元祥 洋洋洋洋 我说到这儿我都嫌贫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是从广告语这儿来的 那么九六年呢 这广告就停播了 横元祥呢 还收到这样一个 观众来信 观众来信说 我是一母亲 我孩子每天都要听电视里说的 洋洋洋才能入睡 你说他孩子就落下一病 有睡觉的时候都数羊 一只两只三只 白羊黑羊白羊 要这么着 所以公司呢 还当时给这个母亲 还给送了卡带寄的 我估计 今天孩子看见他了 估计做梦 那么这种比较强烈之路 就我们说一个词 叫蛮横星的广告呢 一开始特流行 特流行还有什么呢 有燕舞 那傻小子上来就是燕舞 什么最后唱一歌 一片歌来一片情 他是既没有歌也没有情 他就是墙灌树米 一帮子小男生在里头 为燕舞收录机做广告 这是八十年代的事 八十年代谁有一录音机 收录机不得了 满街桶子 满公园都有人拎着 你拎俩喇叭的 他拎四个喇叭 你拎四个喇叭的 他拎八个喇叭 我见过最大的 就是日本三阳的 这么老的根 拎着肩膀都歪了 拎到公园去 跟人家查武去 那就是最初的广场舞的雏形 那时候没有广场舞 就是因为燕舞这种收录机 弄得哪都是 最后形成了广场舞 所有的事都不是白来的 那么燕舞的 异曲歌来一片情 这事就过去了 你看过去这么多年 年轻的人肯定都不知道 五十岁数的没有 不知道 是吧 那么后来这个 这个孩子还做了演员 做了演员 还演过一些戏 后来这演员出来 还演过 家和万世兴 异曲歌来一片情 所以这种 快制人口 强有力的植入 在那个年月 不讲究文学性的时候 是效果很不错 这种单刀植入式的广告 一点情趣都没有 你听着 就是挺难过的 真的挺难过 今天要这么弄 大家得翻了车 以后 我们没提力 一定要注意 不能弄这种强 这种强植入性的广告 让人心里不舒服 再有一个 就是大家最熟悉的 盖国清华北大的 蓝祥广告 蓝祥挖掘机 挖掘技术哪加强 中国煽动找蓝祥 这个广告词 还是很何者押韵的 所以这个蓝祥技校的 这个老板就说过 说北大清华毕业 未必能找着工作 我们蓝祥技校 培养出来的人 供不应求 人家狂 确实是 学手艺 不管这个蓝祥 学这个挖掘机 挖掘机俗称脑子 在地上脑 脑子 还是学炒菜 学什么 学一门手艺 将来都好找工作 与这种强植入兴的 这种霸王式的这种广告 相反的呢 是一种小资调 小资调的广告 比较深入人心 比较得人心 我比较爱看 比如我最爱看的 小资调的广告 不知道最近怎么没了 最近可能是 我不看电视的 我看不见了 那个广告是这样说的 首先 有一个场景 这个场景呢 很小字调 下雨天 下雨天 巧克力与音乐 更配哟 我的妈呀 这广告啊 说着牙都酸 后来我们 我们在官府猫里就有 我们的官府猫就是说 下雨天哟 官府猫鱼 小一根 更配哟 更配哟 那个广告还是有情节的呢 好像是三大段 一段一段的啊 还是谈恋爱的一情节 挺好看的 我觉得这种小资调的呢 我吃不吃得福巧克力 不重要啊 但我愿意看到广告 这种广告 对我们生活中是一种调剂啊 我们这讲广告 你们俩别打架啊 这个它是一种生活中的调剂啊 我可以不吃巧克力 但我不可以不看这个广告 所以广告还是拍得很不错 那么早期啊 早期的小资调的广告可不是这样 它这种下雨天啊 巧克力 这个跟音乐好配哦 这种广告呢 一看就是很 就是很完美的小资调 我们早期的那个小资调 还多少有点硬汉 是什么呀 我告诉你 87年 30年前啊 30年前 有一个广告 是这种小资调 他这么说 他说 每当我看到天边的绿洲 就会响起东方齐洛瓦 你知道这东方齐洛瓦是什么吗 就是一破冰箱 这冰箱现在牌子都没了 每当我看见天边的绿洲 便会响起东方齐洛瓦 那么当时东方齐洛瓦的这个广告里的这个男人形象呢 都是都是那种 一看就跟我们战狼似的 都是这路的 都是野战背心啊 和这个军装库啊 乱发里还砸一根红飘带 弄着全是远征军的形象 为什么呢 大家觉得这都是硬汉形象 有一阵子中国兴硬汉 今天呢 兴这鲜肉啊 一个时候和一个时候不一样 我们年轻的年月啊 兴硬汉 所以你看我们这一代人力啊 我们这一代人力最鲜肉的一个人叫唐国强 唐国强当年就因为这个形象太鲜肉了 获得了一个全国人都知道的一个称谓叫奶油小生 他为了去这奶油 费了三十年的功夫 最后才演成了这个硬汉 演个皇帝啊 演个毛主席什么的 是吧 他当时呢 就是长得太 就按照现在说太太太太太漂亮了 男人啊 漂亮这个词形容男人 就是这些年 我们小时候没有人说这男孩子长得漂亮 没有这么说的 就是那男孩子长得精神 这就算到头的话了 所以 这种广告啊 在我们生活中呢 还是起很大作用的 年轻的时候喜欢摄影 所以特别注重这个 关于摄影的广告 摄影的广告呢 那时候我们喜欢摄影的时候 还流行的是黑白胶片 后来彩色胶片越来越多 越来越普及 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啊 柯达公司 你们看奥斯卡的颁奖都是柯达公司赞助的 历史上都是他赞助 有钱 垄断这个市场 所以他的广告就特别有意思 叫你按快门 其余我来 非常感人 他就说你照相呢 你就管你的快门这事 至于胶卷 相纸都是我的事 可惜啊 我们今天的照相啊 变得非常简单 都是拿手机 你看我在这录节目就有人拍我 拿手机随便一按 按多少都没事 有时候我发现我那手机上还有连拍 也不是怎么触碰的 一碰拍一大堆 因为没有胶片嘛 它就没有成的 过去我们拍这个照片 它有成的 每一张都要想 是不是适度的摁下去 摁下去 这就几块钱就没了 但是那时候呢 这个广告啊 我们 我们小时候啊 这广告不进入我们的生活 真正广告的出现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 改革开放之前是没有广告的 我们没有在广告环境中生活过 小时候 但我们上一辈人生活过 民国的时候有广告 你看现在有很多人收集那种 老烟镖啊 老的化妆品呢 那种招贴画 那就是广告 那时候是静态广告 现在呢 都是动态广告 但大部分广告呢 就比较烦人 是吧 比较烦人 什么广告烦人呢 送礼的 天天看这送礼广告 这送礼的广告啊 有一个理论支持这件事 我听广告界的人跟我聊过啊 他说为什么好多广告是送礼的呢 他要强调购买者不是使用者 购买者是使用者 你的产品一定要好 如果不好 他下回就不买了 但是购买者不是使用者的话 那么购买者根本不知道使用的后果 尤其送礼 人家不会说你送我那礼不好用啊 中国人有面子啊 所以常年的这种送礼的广告 就占据了一块市场 什么时候送礼呢 过年过节 对吧 看病人 看朋友 都有啊 你比如说脑白金的广告 大家都知道啊 这是天天的 没有人不知道 今年过节不收礼 收礼只收脑白金 这话说得很 对吧 我们以为 说这个 中国这收礼文化不好啊 我们过年过节的都不用送礼 只要人到了 意思就到了 不是 收礼要送脑白金 你说这脑白金吧 那我就认为这脑白金送不到我头上来 我肯定不吃啊 我不吃这东西 我不知道是什么的 包括过去的各种搭档啊 我都不吃 但是真有人就送我脑白金 谁送我脑白金呢 我们博物馆啊 有一工作人员 做后勤工作 我对所有做后勤工作的人 相对都比做前勤工作的人更好一些 为什么 因为他们工作辛苦嘛 结果他在这工作几年以后呢 走了 结婚生孩子去了 走了 走了以后呢 敲我的门啊 送我一份礼物 送我什么礼物呢 就是这脑白金 当时我心里就 就非常过意不去 为什么 因为这这一盒脑白金多少钱 我也不清楚几百块钱吧 我不会去买 我也不吃 我这脑子不用白金补啊 我这脑子补不补的都好使啊 但是他不知道送给我什么好啊 所以他就被迫被这广告裹挟了 他就送我这脑白金 这钱对我来说没多少 但对他来说很大的一笔钱 所以我就心里都过意不去 这时候我才知道这种广告是有作用的 送礼广告 你比如说这个这个电视里广告 什么什么酒啊 说你喝让你儿子买去 这不都这意思吗 什么看病人送什么 我们看病人送什么呀 就送一束鲜花 现在不是要送一些什么 我也不知是药品还是食品 反正送点补养品吧 然后它导致你送客人 送病人 送朋友 是送什么 这是广告的副作用 所以我们每个人啊 在广告面前要有一个清晰的辨识度 就是这东西是不是应该送给你要送的人 这是一类广告 叫什么广告呢 送礼的 这是广告中的一类 这个类别呢叫送礼广告 对吧 你们注意看啊 广告我们今天按类别跟你说 第二个类别的广告是什么呢 是亲情广告 亲情广告 最早的一则亲情广告印象颇深 1991年就出现了 叫什么呢 广告语 一股浓香 一鲁 温暖 南方黑芝麻糊 小时候 一听见芝麻糊的叫卖声 我就再也坐不住了 我今天全是广告 但是没收任何人的广告费 我今天讲就讲广告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 这种亲情广告呢 它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 设定一种环节 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 比如黑芝麻糊 是一个中年妇女 熬的黑芝麻糊 给一个孩子去喝 后来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长大片 那孩子长大了 所以他就是这种 打亲情牌 那么这种亲情牌 怀旧风 就开始影响 后来就出现了很多类似的 比如百年润发 百年润发 在他后面一年就出现了 叫青丝绣发 元系百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清晰绣发 元系百年 说的是这个洗发水 我真告诉你 这洗发水就没这么多年 洗发水 我们今天使用的洗发水 都是有化学成分的 本人小时候没使过洗发水 我使洗发水的时候已经成人了 这个我们小时候洗头发 都是用肥皂 洗头的时候拿肥皂打半天 洗完那头发又黑又亮 我自打使声这洗发水 头发就一天一天变白了 你看现在 我这个上场之前还得多少涂点黑 要不然就满头白发 满头白发就有人问我 说你这头发怎么办 白得那么着 你受什么委屈了 我啥委屈也没有 就是洗的 就给洗白了 现在不是什么事 要把你前生洗白吗 拿洗发水就能洗白了 我告诉你 你有什么事 见不得人拿洗发水 第一次使用洗发水的时候 他给了一个东西 我记得叫什么蜂蜜盘 叫什么玩意 抹到脑子上以后 他洗不干净 因为我们过去洗完头发 拿肥皂洗完了 冲完了 头发特别干净 是色的 他这洗完了 咱们冲都是滑的 粘不粘不及的 就不舒服 现在才明白 这东西叫丝滑 感情丝滑就是没洗干净 那么这种温情牌打的 打的就是很多人 对这些广告 就非常非常有印象 有感觉 所以也导致它的销量很好 那么广告这个背景的出现 肯定跟经济有很大关系 广告业是非常发达的 我们历史上就有 我们原来讲过 我们宋盖的那个瓶子上就有 武林城里推家酒 天上英雾地下游 那唐诗转换而来的 那书就有广告词了 我们早年 八十年代的时候 那都是广告 广告都是报纸的 都是平面的 后来到九十年代 就开始都是电视广告 电视广告非常的多 然后到了这个二零一零年以后 就是 这个 网络广告就开始上来了 现在是网络广告的天下 所以电视台日子就不好过 那你电视台日子好过的时候 你没想过那报纸的日子不好过 对不对 都一样 这个广告的媒介 不停地在转换 所以什么都可能是广告 对不对 比如 人体 对吧 人身上画着 穿着衣服满街走 还有人写在这个后背上的 写在前胸上的 写在脸上的 都可以是广告 还有一阵子特别流行的一种游动广告 就一堆的人骑着自行车 插着个旗子 踩旗式的到处骑 所以广告形式很多 那么 人家有的广告 他要借助点力量 打亲情的借助力量 你比如 就是百年润发这个广告吧 人家就该着周润发 周润发这名跟润发 谐音 同样的字 我们今天是把这个字简化了 我们的发发是一个字 就是发现的发 头发的发是一个字 在古代是俩字 简化字不实行的时候 那头发的发就是那个发 跟百年润发和周润发 根本就不是一字 可架不住 这事让它撞上了 所以现在一语双关 百年润发 周润发 下来 你这个不大 你这个越来越 不把自己当外人了吧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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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妈呀 这大鼻子情圣 我们说猫从来没有 打坏过文物 从你这儿不能出现先例 下来吧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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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往下坐 你还往下坐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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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摇 不用摇 毛很轻的 没事 那么 那么借助这种百年润发的这种概念 后来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产品 现在也没了 叫小霸王学习机 那学习我也没使过 我这学习还真是不从这机器里学的 就是跟它复读机差不多 让谁做呢 让成龙做 成龙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有一句成语叫望子成龙 利用小霸王学习机 让他望子成龙 这都是把广告的单层意思变成双层乃至多层意思 想当年我是用船头来打天下 如今这电脑时代 我儿子要用小霸王来打天下 同样天下父母心 望子成龙 小霸王 小霸王学习机 那么除了这类的 就是打亲亲牌这种温情广告以外